一句话带你了解精彩剧情 宋一昆接到林秋燕的电话 约好今晚七点半在咖啡馆见面 宋一昆放下电话说 应该是伪超基地的事情有了结果 清目按照山本的授意进行了详细的布置 山本准备在花都酒店设宴接待藤原妓子 他让周童通知林秋燕 实际上是以自己为诱饵下了一步险棋 同时只要周童把林秋燕叫来 也证明了周童是自己人 林秋燕正在张子墨 小丸子 兽猴和胖子的目的上 他郑重地向几个逝去的亲人深深的鞠躬 来到小丸子的墓前时 他蹲了下来 并对汪远他们说 自己想和妹妹待一会儿 汪远还担心林秋燕一个人不安全 邵志伟硬把他拉走了 林秋燕抚摸着小丸子的墓碑 嘴里喃喃地和妹妹说话 他让妹妹给父母烧话 自己已经手刃仇人 而且也一定会把杀害妹妹的凶手送上西天 明天后来 长走 马坊 路面 林秋燕 与 现在 林秋燕 去 马来 林秋燕 莫 您 您担心 这是当然的努力 林书彦是真的努力吗 她们是冷静的 她们的周围 可能会停止 如果她们想要 周围的双声不离 林书彦的张祖母的想法 她们最近没有出现 所以没有机会 杨敦是吗 如果杨敦让林丁云 我们的中心可以证明 真是传统 那么我会来 典子叶子叶子 来吧 是 爱香圆楼 爱香圆 爱香圆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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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的善个很别致啊 先是好眼光 这是我一位兄长送的 你父亲是山本清夫的 对 对 对 典子 你好 你好 你 你 青木一郎 典子 典子 很辛苦 我说了 那是很辛苦 你坐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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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认真 还可以 你不认真 你说什么 没有 你会有电话 我能做来 你是要 你打破了 我 我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记得是藤彦继子现在已经抵达上海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一直在寻找机会刺杀身本 所以我一直在跟踪秦牧 今天下午 秦牧去华都饭店订的晚宴 半晚去火车站接的藤彦继子 既然山本会在今晚离开大河洋号 那今晚就是他的死期 你可不能在晚宴上动手啊 我知道他们会有怎样的戒备 能说说你的计划吗 我肯定不会让你一个人去的 从大河洋行到华都饭店的必经之路 你知道吗 知道 你不得了 哪里活在 我们都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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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